我是香港海豚埔學會的委員太臣 海豚埔學會在2003年成立 成立這個學會之前 其實我們本身是一班研究員 一直在90年代中做海豚研究的工作 我們的學會為什麼會成立 就是當初御護署找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都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我們很想將中華白海豚 甚至是鋼團成為我們香港 長期可以居留在香港的一種生物 為什麼香港會有人開始做海豚研究呢 其實想起也挺可悲的 就是90年代之前 沒什麼人知道香港 或者沒什麼人會很關注香港的海豚 我們1997回歸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契德機場不夠用了 就要建車入國機場 然後那時候建築商就發現 我們的政府發現了 車入國機場附近有一種很特別的生物在生存 就開始找一些研究團隊去 看看那些是什麼生物 開始研究一下他們的棲息地 看看他們的分佈 看看他們的數量是多少 在2003年中華白海豚的香港的數字 就是我們當時研究的數字 平均是有158條 在三個研究區域 去到去年 其實三個研究區域裡面的海豚數字 其實只剩下41條 是跌了超過70% 真是肉眼看到整個下降的趨勢是怎樣發生的 有很多區域 就像大嶼山北面 大小磨刀洲的位置 有很多海豚出現的 去到今時今日 那裡真的一條海豚都沒有了 那他們面對著什麼威脅呢 其實最大的一點就是我們現在香港的發展 就是有很多填海工程 有很多沿岸的發展項目 包括現在起到雨火雨嶼的港珠很大條 對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另外有一些東西就是 譬如我們人生活會用的產品 其實都會造成一些污染 好像我們用的電子產品 其實很多都在內地做 或者我們食的農作物都在內地種出來 那麼很多污染物 一些工業的污染物 一些農業的污染物 都會流進海裡 都會影響我們香港的海豚生活的情況 最近有機會影響海豚最深遠的計劃 當然是現在說得很 在社會上很多討論的第三條炮道工程 我們學會在兩年之前 其實都發起了一個 我們的學會史上最大的行動 就叫做海豚三十行動 就是在兩年前的六七月的時候 當時機管局就做了一個公眾諮詢 到30天我們的香港市民可以交我們意見 去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反對這個三炮工程 當時是我們收了二萬多封的意見書 是一些反對的意見 就是市民當他們聽到海豚會可能因為第三條跑道 起了之後可能真的全部會在香港消失 就是一聽到海豚大家 我覺得很幸運 對海豚來說他們是一個很幸運的生物 他們很活躍 雖然不在我們身邊生活 但是我們會在很多書本上面 或者一些紀錄片上面 看到他們很多很精彩的鏡頭 差不多接近一種明星動物 就是每個人聽到海豚會很喜歡海豚 香港你出去問 可能99%的香港人都會聽過中華白海豚 原來在1997年香港政府是用了中華白海豚 做我們回歸的吉祥物 令到這種動物在那個時候 其實都進入了香港人的心裡面 當時我們收了很多意見書回來 但是都很遺憾 就是我們暫時可以說沒有能力 去阻止政府去做什麼 當時那個環保報告 很多被環保署很粗暴地通過了 當我們有很多數據去支持我們的理據的時候 我們政府是始終偏向一個經濟發展的方向 我們不斷跟政府說的就是 他們可不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在有一些大型的發展項目的時候 可不可以考慮做了一個叫做先保育後發展的方向呢 譬如大宇山南邊近索古群島的區域 或者分流大宇山西南邊的區域 其實現在政府都沒有計劃去發展什麼的 如果你在大宇山北面需要有這麼多發展項目的時候 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去補償海豚的一些棲息地 就是將它們先畫作海岸公園 不要經常都破壞了一個地方 先做一些補償措施 去畫一個事後的海岸公園 當一個範圍一個生態環境 被我們人類破壞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都已經翻不了頭 但是政府在過去十年或者二十年 其實大大小小的填海發展 沿海的發展項目都是沒有考慮過這件事情的 去到今時今日只剩下41條海豚 很大膽地跟大家說起賣三跑 可能真是未必會說沒有了海豚的 可能間中看到一兩條 我們在國學會之後都會希望長期繼續游泳政府 以我們的研究數據去做多一些教育的工作 去到一些中小學 希望可以令多一些香港的下代明白 我們為何要繼續保護這種動物